13.裁切机的简单操作 打开电源后,打开导料电机 将印刷制品引入裁切机 用压轮压住,置于中心位置 用左右挡规将纸固定 将前端的托纸板拉开 托住纸的边缘5-10毫米 然后,根据用户需要 对印刷品的切符和总共要求切断的张数进行设定 如果裁切刀的切断力度较弱 可以调节操作面小护罩内的秃轮的位置 只需将托轮上的小螺丝松开 转个角度,紧固 用视切按钮视切 当裁刀抬起位置为最高点时候 动力最为适宜 意思的